歡迎收看今天的產業勁爆 我是唐傑安 老是來帶您看到今天的產業動態 聯發課股東會蔡立信指出 無線通訊AI等續蓬勃發展 台米股東會通過3.5元現金股息創新高 離岸風電臺灣對成軍合力開發苗栗外海的大型風場 搶攻亞洲風電市場 外資上週賣超廠融最多 資金調節航海網現震盪 來關心台股 隨著下半年忘記到來台股多頭 今天重回電子股 台積電鴻海等漲勢強勁 推升大盤開高走高 一度大漲超過200點 沖上17924點 再度改寫歷史新高 法人看好 隨著持續進入下半年 電子類股將迎來忘記 加上本週將進入營收公佈期 基本面穩固下 台股短期將維持強勢格局 至於先前強漲個股 仍需提防高檔賣壓拉回 提供給您參考 接下來請看今天的財經100秒 華為主要供應商之一的日本晶片製造商駐有電工 將自有由起在美國紐澤西州的一家工廠 生產用於5G基地台的半導鐵 並服務歐洲與美國市場 外界認為駐有電工 正在擺脫對華為的市場一類 高通下半年強勢回歸台積電 將幾下聯發科成為台積電下半年7奈米、6奈米第二大客戶 且明年5奈米、4奈米也會擴大對台積電投片 根據失調機構Counterpoint 統計及預告 聯發科去年全球手機晶片施戰略達32% 首度營貨高通 但5G手機晶片施戰略經15% 與溝通仍有明顯落差 台灣雲豹能源 5號宣布跨足離岸風電 攜手上偉新能源 天立離岸風電 永貫能源等 組成第一個由本地精英開發商 與供應鏈合資的離岸風電 台灣隊 埃及蘇伊士運河管理局 4號表示 以和長四輪的日本船中 正榮七船達成協議 長四輪預計將在7號獲准實力 蘇伊士運河管理局 原本求償9億1600萬美元 後來又公開將鎖償金額 降到5億5000萬美元 約新台幣153億元 但4號發出的這份聲明 並沒有透露賠償金額 新開人也這件事整理報導 財經消息來看到 台灣IC設計龍頭聯發科 今年因應疫情 股東會採用線上舉辦 對於外界擔心手機銷售出現雜音 聯發科董事長蔡明介是首度回應 他說5G循環正要開始 公司產品布局多元 看好今年明年的營運展望 聯發科股東常會採用線上舉辦 董事長蔡明介執行長蔡立行親自出席 聯發科去年每股大賺26.01元 創下歷史新高 股東高度關注未來展望 還有竹科染疫事件影響 對這個轉捷的影響 那我們也預計在這個第三季之後 會逐漸恢復 營收 我們在法術會有講 未比去年的營收成長40% 聯發科去年研發費用就砸價773億 今年也將發行新股留住 關鍵優秀人才 產品方面 聯發科天機5G單晶片 導入多款智慧型手機 新產品5G獨立數據晶片 今年也要量產 預告著手次世代Wi-Fi期晶品開發 今年明年整體的展望 也覺得是還都算蠻正面 5G雖然我們這個從去年開始 那5G這個篩口現在也才開始 對於智慧手機這個市場 比較有點雜音的話 那有時候這個地區性的會有一點 但是今天我的產品 我們的客戶基本上 產品銷售也是全世界的 對於外界擔心 這外星手機銷售不佳 董事長蔡明介喊話 公司產品多元 除了手機還有平板 物聯網無線通訊 單一地區不好影響不大 隨著疫情 比如我看到說在美國歐洲 疫情比較好 慢慢解放之後 所以在5G這方面可能 包括消費性產品 或者手機 那這些也會pick up 那甚至在這個 中南亞印度 甚至非洲 那我們的客戶 他們也在這個地區 他不要講5G 他4G也都開始在 研發科股動會上 通過現金鼓勵配發37元 包括二十一元的經常性鼓勵 還有十六元的特別現金鼓勵 利多消息激勵 聯巴克股價一度上揚到 九百七十四元 市值超過一點五三 兆元新台幣 亞印記者神威同 臺灣台北報導 帶您看到今天的國際重要 財經報紙訊息 紅波社 特斯拉第二季交貨超過二十萬輛 且歷史新高 金融時報 歐盟綠色新政體計畫 積極推行電動車 華爾街日報 美國六月新增八十五萬就業人口 創去年八月以來新高 日本產經新聞 日本政府年金投資基金收益率創新高 達三十七兆日元 臺灣生技業研發實力世界有目共睹 更成立國家生技研究園區 網絡具有研發新藥潛力的公司 七十二歲的陳水田博士 就是其中一員 五年前陳水田從中研院退休後 把退休金作為創業基金 投入新藥的開發 為產業孕育人才 座落在南港的國家生技研究園區 使全台首座跨部會整合園區 以新藥研發為主 並配合國家發展生技醫藥產業 特別設立創福育成中心 首批進駐業者通過嚴格審查 在百名廠商中脫穎而出 第一個題目是 我在中營業申請專利的 一個肺癌的早期的一個 生物簡體蛋白質 小分子要就是做牛章絲 那審查委員覺得這兩個 符合這個園區進駐的 應該有的條件 而且超過這個條件 所以他第一次就批准 我們可以進駐 帶領這家生技公司 是七十二歲的董事長陳水田 台大生化所博士 前中研院生化所研究員 暨總務長 陳水田擁有三十七年的研究基礎 及多項研究成果 即轉給多家上市櫃生技公司 協助台灣生技產業發展 我自己覺得說 生技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題目 那我自己也是在實驗室 腳踏實地做 所以我也很希望 這樣的腳踏實地的精神 跟訓練我們學生的這些精神 可以帶到生技公司 退休金成了陳水田的創業基金 在太太的支持下 六十七歲成立生技公司 專注在天然物 及生物化學的相關研究 會有兩大核心技術 進一步將牛樟之萃取技術 投入武漢肺炎的新藥研究 我們把這個肺的細胞 或是免疫細胞 處理這個牛樟的萃取物 它的ACE2是會降低的 降低到幾乎差不多百分之六十七十以下 五月底以前 我們的動物實驗通通做完 腳踏實地 是陳水田的人生態度 一步一步完成實驗任務 雖然我們有這樣好的計畫 五年 十年 一定是還要有人來傳承願意做 所以我要找到更好的人 願意投入的人來做才有 這個是我講師 目前我這個年齡的人 想到的問題 因為我不會想到說 去遊山玩水 就是去把生命放在那個地方 是還有一點點使命 會有這般感觸 或許跟陳水田的成長經歷有關 家中世代務農 陳水田高中和大學都讀夜間部 總共讀了十年 高中時 陳水田到台大化學系打工 沒想到 因此跟化學結下不解之源 小學要讀多讀一年 初中沒畢業 現在可以當教授 又可以當研究員 我覺得是很滿足的 就是我覺得自己 這一輩子很有成就 只是又弄了這個生技公司 覺得還有其他的任務要做 所以就繼續努力下去 但是這條路我相信 大概是沒有後悔的 應該也是覺得說 我這一輩子做這樣的路 是正確的 還同時代的成長 奠定陳水田情恆復實的本性 延續到創新研發 陳水田的這份精神 壯大團隊 邁向國際 帶您看到明天七月六號 星期二有哪些重要的財經活動 日本五月家庭支出 勞工現金收入 德國五月工廠訂單 美國六月ISM服務業指數公佈 臺灣主計總處公佈五月失業率 謝謝您收看今天的產業進報 我是唐杰安 我們明天再見 中文字幕視頻 by bwd6